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 我国派出了刘少奇同志前往苏联统治斯大林 但斯大林的一番话却让中国的开国大典提前了三个月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国原先将开国大典定在1950年1月1日 又是出于什么考量 大家好,我是启明 本期话题开国大典 1949年初 我国顺利结束了辽省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国军在军事力量上拥有了决定性优势 而蒋介石政府此时只能归缩在长江以南 蒋介石甚至直接通电下野 把和谈的烂摊子交给了李宗仁 但李宗仁阳奉英伟 企图搞化江而至 并且一再拖延时间 妄图利用谈判拖延到梅宇季节阻碍我军渡江 于是我军发动了渡江战役 并且于4月23日成功解放南京 在彻底站稳脚跟后 毛主席也决定举办开国大典建立共和国 虽然开国大典的地点被定在了北平 但举办时间却一直没有统一的意见 最终经过众位领导的商议 开国大典的时间被定在了1950年1月1日 而将时间定在这一天有三个考量 一是国内目前虽然已经大部分解放 但国民党毕竟统治了中国这么多年 国内各大城市中还有不少敌特分子 并且华南许多地方还未解放 如果能等到全国彻底解放再举行开国大典 无疑是对全国民众更好的鼓励 第二个原因是1950年1月1日是元旦 有辞旧迎新开创新局的意义 并且中华民国也是在1912年的1月1日建国的 虽然国民党后来变了味 但孙中山先生推翻封建统治 为革命奔走一生却非常值得尊敬 所以选在这一天建国 也有纪念中华民国之父孙中山的意思 第三个原因就是中国目前在国际上还比较孤立 除苏联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外部的助力 美国更是大力的支持蒋介石政府 如今中国的力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也应该给世界上其他国家一点消化时间 让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和理念 寻求一定的外交支持 既然新中国要举行开国大典 那就不得不同知当时世界上几乎是唯一一个 和中国交好的大国苏联 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有目共睹 虽然经常好心办坏事 但双方此时的关系是非常铁的 所以毛主席也十分重视通知斯大林这件事 于是秘密派出了刘少奇同志到苏联进行访问 只会以斯大林新中国成立的时间 却没想到竟直接改变了我国开国大典的时间 你知道吗 我国原定的开国大典时间是在1950年1月1日 但却因为斯大林的一句话直接体现了三个月 那当时斯大林究竟说了什么 1949年年中我国将开国大典的时间顶在了次年1月1日 并且派出了刘少奇同志前往苏联 通知斯大林我国的决定 而刘少奇同志抵达苏联后 苏联热烈接待了中国的代表团 随后刘少奇就见到了斯大林 见面后斯大林同志一上来就询问 我国会在什么时候成立中央政府 刘少奇则和盘托出 毕竟此时斯大林不是外人 刘少奇表示 我们目前正在全力解决华南各省的解放问题 随后刘少奇又和斯大林讲了当前我国的部署 以及国内反动势力猖獗等问题 对于我国如何处理这些事情 刘少奇也没有隐瞒 都告诉了斯大林 直到刘少奇说 我国将在次年1月1日见过后 斯大林的眉头皱了起来 并且开始沉默 两久后斯大林才说 我无意干涉你们的内政 但你们是否考虑过这个计划的弊端 而斯大林这句话直接把刘少奇稳蒙住了 这是中央深思熟虑后的时间 怎么会有弊端 但此时当局者谜旁观者清 斯大林确实十分清醒 他认为我国开国大典一块不一蔓 不过刘少奇却认为 解决重大问题确实重要 但建立中央政府更加重要 直到斯大林解释道 对于外界来说 现在的中国就是无政府状态 如果有心之人再扶持一个大的分裂势力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刘少奇听完这番话后 瞬间清醒了过来 中国人民是非常认可共产党的 但外部势力并不这么认为 尤其是美西方国家 他们更想扶持一个听话的资本主义势力 蒋介石已经扶不起来 但不排除国内还有其他分裂势力 如果被敌人利用 那后果不堪设想 1949年为了避免外部势力 和国内分裂势力的干扰 刘少奇决定采取斯大林的建议 将开国大典提前三个月 定在了10月1日 那开国大典改了时间后 真的一切顺利吗 我国为了准备开国大典 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刘少奇立刻将这个消息发回国内 与此同时 国内也截获了一则 国民党和美国的通讯 内容是美国将继续扶持国民党 集结宁夏甘肃等地的残兵 前往新疆 继续割裂我国领土 最好是搞出个独立 而刘少奇的这封电报发回国内后 我党中央各领导 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 经过讨论后 最终决定将开国大典时间提前三个月 于1949年10月1日举办 此时中央也意识到了 先成立中央政府 这样办事才能名正言顺 不仅如此 此时蒋介石依然掌握着制空权 经常让空军部队对我军驻扎地进行轰炸 而在我国开国大典前期 蒋介石更是做着美梦 想在开国大典时对北京进行轰炸 将我国的领导人一网打尽 但是蒋介石的飞机想从台湾飞往北京 执行完轰炸任务再回到台湾 油量是根本不够的 这个计划也只能放弃 很快我国就抓获了一名敌特分子 并且得知了蒋介石这个阴谋 还因此牵涉出了3000多名敌特分子 彻底粉碎了他们想在开国大典那天搞破坏的计划 但周总理还是不放心 直接让当天参加演习的17架飞机中的后4架挂载了实弹 好在天有中华开国大典一切正常顺利闭幕 当时在我国飞机列过天安门后 总理又下令让9架战机 绕个大圈掉头再飞一次 许多国外记者都没有看出端倪 还以为中国有了自己的空军 如今的中国已经在世界腾飞 阅兵时飞机再也不用飞两边 核武器导弹航母应有尽有 这盛事正如主席和总理所愿